张阳 为什么我觉得 每一次你跟林书姐好像都是对立的 有吗 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她的工作能力有问题 她就不应该当副总 你看 出事了吧 不是 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很难融洽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人 可是我总觉得 你们两个人之间怪怪的 你想多了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就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现在一家人嘛 确实关系也很难融洽 就是普通亲戚吧 至于你刚才说的对立 可能是因为你爸什么事都 都让我们俩竞争竞争竞争 早晨的 你也知道 林书姐可能现在都还在医院里待着 想让大家同情她呗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林书姐是犯了错误 可她这么做 也不过是想要给阳光挽回损失而已 那就看看她怎么挽回损失的 张阳 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关心 不关心你 不是我 是阳光 我怎么不关心阳光 阳光这次出了这么大的事 所有的人都很着急 只有你 你好像很坦然 很无所谓的样子 我 我着急 我挺着急的呀 但是我着急 你看着我不着急也没用啊 可我看不出来你有一丁点的着急 这件事情是林书姐的责任 可她为了减少对于公司的影响 一整天都待在医院里面 在求陈会长的原谅 和你呢 张阳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阳光的继承人吗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做了些什么 我天天在阳光为阳光在上班在工作 你说我做什么呢 你为阳光工作 你为阳光工作最多的就是哄奶奶的开心了吧 真行 我兢兢业业业的上班为阳光工作 你们都觉得我是为奶奶高兴 为了哄奶奶是吗 我怎么做才行呢 她犯了错误以后你们重醒她 原谅她 那我呢 我为公司省钱挣钱 爸爸我骂一顿 硕士损失公司形象 还把我发费到宁谈 你发费到宁谈的时候你怎么说的 你不是说你不管公司的事吗 你不要跟我提您谈的事 我怎么就不能提您谈的事了 至少林书姐是真心实意为了阳光好 在我看来她比你更有资格成为我们家的一份子 怎么想怎么想 你们尽管都护着她了吧 我怎么做你们邓家都觉得我不对 行 我偏要把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从她手上抢过来 小云 会长离习了 来 慢一点 来 慢一点 好 昨晚休息好吗 比前些天好多了 头不晕了吧 不晕了 看看今天报纸来了 来了来了 我一会儿去 来 慢一点 我去去去 你去吧 哎 怎么回事啊 嗯 这不是阳光酒店的那个林副总啊 是的 就是汉宁住院的那个林书 哦 她怎么会在咱们病房门口呢 不清楚 可能是晚上 整个晚上都待在这吧 哎呀 好歹也是个副总 把她叫醒 林小姐 林小姐 陈会长 怎么 你昨天晚上我没回去 为什么不回去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会同情你 原谅你了吗 不是陈会长 不是想不得您的同情 我只是觉得 这次的事故都是因我而弃 是我害的您住院 我想亲眼看到您康复起来 我守在门口不会打扰您吧 你叫林书对吧 是 我叫林书 我是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次的事故 都有我一个人来承担 喂 你好 是陈会长啊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啊 身体好就行 我今天呢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看你 你这电话就打过来了 真是对不起啊 我真是没脸去见你了 林书副总 昨天晚上在我病房门口守了一夜 哎呀 你就不要再提林书了 刚给他提成副总 又让他管这个年会的事 没想到啊 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看来林书呀 不是当副总的料 明觉已经决定 让他离开这个位置了 陈会长啊 真的很抱歉啊 让他辞掉副总经理 就是因为我吗 是啊陈会长 你是我们酒店的贵宾 好不容易把你请过来了 你看捅了这么大的楼子 没样的辞职啊 都是轻的 可我觉得这件事的错 也许不在林书 我相信 林副总一定不会派人 把花生饼干放到我的房间的 肯定有人从容到尾 昨天晚上 他一直守在我的病房门口 现在像这样有责任心的员工 不多见呢 赵姐 我已经决定不再难为他了 最好要抓到那个偷偷放花生饼干的人 至于林书 就冲他这份责任心 也配得上副总经理这个位子 你们不要他 我们公司要 陈会长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行 那你好好休息 回头呢 我去看你 再见了啊 妈 陈会长怎么说的 这个陈会长说呀 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全推到这个林书身上 一定要抓住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 本来就是嘛 又不是林书姐放的饼干 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 那应该把那个陷害的人抓出来才是啊 能够得到陈会长他的谅解呀 我也算是松了一口气了 这次呢 陈会长能够谅解我们 我说实在的 林书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理 所以我还是希望 林书他能够在他原来的职务上面 继续做下去 那 那就这样吧 但是 不管怎么说 那个放花生饼干的人 是一定要把他查清楚 到底是谁放的 行 抓着这个人 绝不能轻饶他 行 我等着 我看你们怎么把我救出来 是是是是 至少啊我们副总经理的位置保住了 妈 就算是奶奶真的要撤我的职 我也没话可说 我告诉你啊 不会的 而且啊 你爸说了 他已经要开始调查 偷偷放花生饼干那个人了 要是让我们找到 一定不让过他的 爸有线索了吗 线 线索了 线索现在还没有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怎么也觉得这件事 肯定是由那个张扬干的 妈 没有证据 就别瞎猜了 好 好好好 挂了挂了啊 来 张总监 麻烦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什么事儿 我有话跟你说 说吧 什么事儿 张总监 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 我再说一遍 麻烦你坐到我的办公桌前来 好 说吧 这次陈会长的事情 你怎么看 我们严重失误 我们严重失误 仅仅是这样吗 你不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捣乱吗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 有人故意捣乱的这个痕迹 那除了有人故意捣乱之外 你不觉得你自身有责任吗 有失误吗 你说得对 我们是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好了 没事儿了 你走吧 你要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话 我觉得可以退出一仗鞋 多累啊 多谢你提醒 是 退位让闲 你也说了 可是不知道张总监 担不担得起这个闲字呢 至少我不会把陈会长害到医院去 你说呢 怎么啦 张总 这些资金漏洞我们得尽快填补 为什么 上次您指示 能用一部分资金去买股票 但是现在邓总回来了 一旦开始清理这些账目 恐怕 我知道了 你忙吧 是 是 要是人进不去的话 那这饼干是怎么进去的 我也不知道 好了 别想了 搞得你也跟福尔摩斯一样 就是这家蛋糕店 家家最喜欢吃 你现在比我还了解他呢 要不咱俩也进去看看 万一有你喜欢吃的什么 好啊 顺便给家家买点 好香啊 来 我来这儿 来个面包吧 我喜欢吃椰子的 饼干看起来也不错啊 是啊 你好 这饼干有什么口味的呀 有花生 杏仁还有巧克力 花生 花生 怎么了 想什么呢 我在想那天我来买蛋糕的时候 我遇见杨敬礼 杨敬礼 我遇见杨敬礼 真的是跟陈会长的那个一模一样 我一会儿有点事 你待会儿干嘛 电视台的人约我谈走 那走吧 抓紧时间 你先走 好 一 二一 一 二一 饿了 记得吃饼干啊 知道了 祝你节目做得顺利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你好 你们经理在吗 我想看一下监控录像 喂 李轻 前一段我跟您说了事一想怎么样了 我不是说了吗 要不你跟明觉生一个孩子 要不呢就让张阳接替阳王酒店 我是让你选 你们商量怎么样了 妈 这段时间明觉比较忙 所以我们还没开始商量呢 你呀 好好跟他说一说 别把这事不当为事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李轻啊 你要是跟明觉能生一个儿子 咱家的财产 林晨 林叔 我都可以给他一份 这你放心 妈 我知道了 生孩子 生孩子 这我又不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就能生出一个来 二十不生的话 这阳房酒店还真交给张阳了 不是说好人才有好报吗 不行 我就跟邓明觉 挑明了 我就告诉他 张阳是个怎么样的混蛋 不行 这太巧合了 你要的 明觉肯定不信我 就算明觉信了 还没有妈在呢 没有 没有 张总 您慢走啊 装什么呀 要不是为挣了点钱 早就不给你干了 咱们有些东西 会不会把这事 我还能够 我看你有什么东西 没想到 你看我 我都不在心里 那我什么东西 都不在心里 我没想到 不是 你要干什么 杨经理 你好 王总您有什么事吗 杨经理 别紧张啊 就是想请你喝杯茶 一起叙叙旧 王总 咱们之间好像没什么旧可续的吧 你这样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不是 你们要干什么 杨经理 你们对我做那点事 我是心追动的 今天这杯茶 你喝也得喝 不喝也得喝 不是 王总您不用这么客气 您喝茶我陪您就是了 是不是 没事 没事 我自己来 来 林副总 杨经理 你好啊 坐吧 今天就是林副总请你过来的 我 我 我不喝 林副总 您有您有事就直接说就行 我可以直接说啊 但我怕你不直接回答我 不会啊 我一定如实 是 是你在陈会长的房间里 放的花生饼干吧 不是 林副总 我就没去过陈会长的房间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会胡说八道吗 我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你在陈会长的房间里 放的花生饼干 林副总 就算是我买的花生饼干 那也不代表陈会长房间的花生饼干 这是我放的吧 是吗 那好啊 那我就把这个监控录像 交给公安局处理 是不是你干的 早晚都会查清楚的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啊 这口黑锅 张扬是不会替你背的 那不好 会搞出个故意杀人罪 估计杀人罪 明知道那个花生饼干 会导致陈会长死亡 还故意让他食用 这跟投毒杀人有什么区别 王总 麻烦你帮我报警 帮我帮我报警 怎么着 想明白了 林副总 我是 谁 谁支持你呢 张扬 对 果然是他 杨经理 还好这一次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我可以原谅你 但你要帮我办件事 您说啊 林副总 有什么事儿呢 我可以跟你做 过几天呢 酒店会开展内部审查 内部审查 对 内部审查 你怕了吗 没有 没有 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例如说 只有你和张扬才知道的秘密账户 或者是 资金转移什么的 怎么会呢 林副总 您 您这就是 没有最好了 如果是让我查出来 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 跟你说句真心话吧 你要是再跟张扬这样混下去 早晚都得进监狱 只是包不住火的 据我所知 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 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林副总 您 您别说了 别说了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 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 悬崖勒马 争取宽大处理 要我说呀 你就生个孩子好了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什么试管婴儿 人工受精 只要你想生 还怕怀不上啊 生孩子 我都多大年纪了还生孩子 你多大呀 人家六十岁照样都生双胞胎了呢 就看你想不想生啊 如果你要生个孩子 那张杨就得急死 阳光酒店就跟他说拜拜了 没有罪好了 如果是让我查出来 我一定会交到公安局处理的 没有罪好了 如果是让我查出来 你要是让我查到公安局 你要是再跟张杨这样混下去 早晚都得进监狱 只是包不住火的 据我所知 你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 要是家里没了顶梁柱 他们该怎么过下去 把匿名账户里的钱 全部转移到原来酒店的账户里 悬崖勒马 争取宽大处理 林副总 请签字 在陈会长房间 放花生饼干的人是你吧 林总经理啊 你这事可不能乱说 没评没据的 不是你吗 你觉得呢 害我犯错 然后把我从副总经理的位置上拉下来 能接替我的只有你 所有的人里面 只有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是我呀 或者说特别希望我主动说出来是吗 如果你有这愿望的话 我一定成全你 我听领导的 是我干的 满意了吗 我会找个证据的 我会找个证据的 好吧 你需要我跟媳妇找我啊 你 你说什么 我 我说我今天早上想清楚了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 不是 是不是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妈倒是跟我说过几次 不过我做这个决定跟妈没关系啊 是我自己想生 我仔细考虑了妈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我们俩就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李琴我就是担心你的身体 没关系 不行的话就人工受精啊 试管婴儿啊 反正怎么都行 我就是想给你生个孩子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 再说这个年龄生孩子还是很危险的 我真的是心甘情愿的老公 我不想让你带着这个风险 我夫妇 奉献 有什么风险啊 我林叔 林晨 我两个孩子都说 你见着有什么风险 我跟妈说去 走 妈 我想明白了 我要给明觉生个孩子 真的 那太好了 妈就知道你能行 你要生个大胖小子 我就让他激励阳光酒店 其实我早就想给明觉生个孩子了 你说吧 他只有蓝星这一个孩子 怎么说就有点遗憾 好 好 生一个女儿再生一个儿子 正好凑一块是个好字 等着明觉退休了以后啊 我就让林叔接替阳光酒店 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 我就让林叔啊代代他 不过妈 明觉好像不太乐意 这你别管我去跟他说 这么大路非打人道 是 聊两句 有事找你 有事快说啊 没时间呢 车吧 妈呀 您都多大了 还想给我爸生孩子 就为了继承阳光酒店 托听太累了 你张望切听器多方便啊 张瑶啊 你这个女婿呢是越当越好 越父越母的事情呢 都必须经过你们的同意 知道高龄产度有多危险吗 你玩什么命啊 当回孕妇怕什么呀 再危险的事情 我都经历过了 现在我手里的筹码只有蓝星了 如果我再不能抓住他 我真就翻不过来身了 老公你干什么呢 我在想一个人 在想谁 反正不是你 是在想我肚子里的宝宝吗 真聪明 我在想我们的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只要是我们的孩子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都喜欢男孩 《而是男孩》 对象 C字は 我年纪我 他每次都没头发 我一直在 unfun 喂 梁经理 那你告诉他 就让他说的做 好 再见 张扬 你这是在自觉坟墓 早 您好 早 林总 早 刘副总 还叫什么副总啊 我早已经辞职了 听说现在林叔你才是副总呀 我哪能跟您比呀 您是要回阳光 不回来了 不过算是过来帮老朋友忙吧 见到您真高兴 那我们就电话联系 好的 你先忙吧 改天请您吃饭 好的 好的 一定有 哈哈 喂 哎 老王啊 你好你好 我是阳光老刘啊 哈哈哈哈 是是是是 对 哎呃 昨天你真有空吧 哎 对对 我想跟您谈件事 好 就这么说了 哎 老地方 好的 谢谢啊 哎 好好 再见 说起来 您那会儿怎么突然就离开阳光了 现在在哪儿发财呀 哎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我这次回来啊 还受邓总的委托 来帮阳光做内部清查的 内部清查 听老邓说 阳光最近不太好 有些乱 让我过来帮他看看 对 王总 你们是阳光多年的供货商 公司发生什么事你可知道 阳光的事情啊 我不太方便随便乱讲 没事的 你就说吧 反正我现在也不算阳光的人 就当咱们两个闲聊 除了你呢 我找过其他的人 别人知道是你告诉我的 张阳在以前当总经理的时候 患了很多供货商 我听老奉生说 他挪用了公司的供款 还擅自篡改材料单价 有这回事 就是没有证据 也是听说的 林总 是我 今天我见到你们阳光以前的刘总 对 他问了张阳的情况 好的 王总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刘副总 问他张阳的事情 难道爸爸察觉到了什么 张阳 这次我看你怎么解释 财务上班真烦人 又要加班了 没办法 老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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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总那查账OL奉老奉老奉 谁拦得住啊 说起来张总也是他女婿 现在居然要查他女婿的账 没听说吗 张总监当总经理的时候 经纪上出了点问题 虽说岳父跟女婿 只要跟钱扯上关系 还真的会翻脸呢 要查我的账 邓陆 怎么办 张老 坐 你知不知道 邓冥决要派人过来查查 跟你说话呢 想什么呢 啊 你记着啊 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查出什么 不然咱俩都完蛋了 好 你现在去把咱们秘密账户的钱 转出来 给他放到咱们挪用的那部分钱上去 好 知道了 还有什么事呢 张老 账户的钱应该不够 这让你把我还有我妈在阳光的股票 全卖了 密码我一会儿发在你手机上 全部讨厌 全部讨厌 嗯 先把窟窿补上 过这关再说了 好 知道 就算了 江老师 小账户吗 咱们给他有个性格 挺好的 我讨厌 是 刘总 刘总来了 好 谢谢你 谢谢 老刘 请坐 怎么样 那些多出来的钱 是经过一个匿名账户寄过来的 找不到什么线索 到时候我这边 查出些问题出来 不过 老刘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今天请你来 就是要请你帮我查明这些问题的 账目上的金额对不起来 还有些开支呢 没有对应的发票 数额还不小呢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阳当总队那些 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我还见过那些被换掉的供货商 他们都说有这种传言 什么传言 他们说 张阳的经济情况出现问题了 我看这样吧 老刘 你就帮我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查清楚张阳在担任总经理职务时候 所有的账户帮我彻底查明 这中间你需要什么资源的话 尽管跟我说 尽管跟我说 小阳 事办完了吗 一定把窟窿填上 千万别露痕疑 你先躲 查我的账 你们能查出什么 林叔邓明觉 你们都别想打垮我 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你们休想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关注 同权